對 凱爾副本 那我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凱爾跟泰烏不是兩個人決鬥三天三夜 都沒有分出勝負嗎 對不對 剛好現在這兩個角色都覺醒了 今天凱爾也覺醒了 那我們就讓覺醒的泰烏跟覺醒的凱爾 兩個人互K 到底看看誰會贏 那我這邊帶了一隻小愛出去 那我技能給大家看一下 技能的話第一頁全上 第二頁的話是55 70再下 第三頁的話 90再下 那最後一頁的話就是 115 120跟130再下 其他全上 好的那這就是技能的部分了 那我們看看這樣子的打法 我們這樣子的打法 可不可以過 如果可以過關 順便幫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萬一這輸了 會不會扣次輸這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打了 打了三 打了兩次嘛 那這次是第三次 這次打完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呢 就這樣吧 那開始吧 一打一 感覺打他不會痛耶 怎麼辦完蛋了 打自己啊 一個打子 他 他好像不是很痛的感覺耶 是不是應該 喔沒關係 有積分可以弄他 他放大絕了好兇喔 又是在打自己啊 光積分就可以搞到他啊 這個 這個 雖然可能時間會花久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沒關係啦 因為久一點點 其實也不影響 喔喔喔喔喔 到底是凱爾比較強呢 還是泰伍比較強呢 就看這一次啦 直接把他噴到死啦 啊這樣就打贏啦 結果驗證了 泰伍才是最強的 凱爾覺醒也沒什麼嗎 喔沒有啦 我只是幫泰伍講說他心裡的話而已啊 欸我拿到龍槍耶 這有點誇張啊 我竟然拿到龍槍啊 不過一天只有一把而已啊 所以我算蠻幸運的拿到一把龍槍 哈哈哈哈 這個大概今天影片上傳以後 可能會被一堆人罵說歐洲龍王之類的 因為今天抽到老虎 就已經被罵歐洲罵一遍了 所以現在又抽到龍槍 打到龍槍 謝謝大家 好的那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哈哈哈哈 那因為我現在剛好在直播中 順便錄影片啦 官方這次算是有良心 我覺得真的不錯啊 就給大家取得龍槍的機會 讓他變強啊 所以大家就趕快去試試看吧 所以這個 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凱爾副本就介紹到這邊 那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還是希望我能展示什麼樣的新打法的話 那再來跟我講 那我這邊已經示範了 如何用泰烏一打一 一打一凱爾也能獲勝 就這樣子囉 那大家 副本的話 有問題再問吧 歡迎在那個留言欄下面留言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就幫我按讚訂閱 加分享一下 那 對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那就先這樣子囉 大家拜拜